一个是上层势头迅猛的平堂猩猩 一个是世界第一的领军荣物 当王楚清遇到樊振冬 谁更生一筹 他也是亲号 比如说队员赢球了 那当然是动作 我就觉得他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情商比较高 手局下来的比分就很接近 5比5 毕竟是队友 对比起的打法太熟悉了 在响扯中 王楚清主动变现 把对手逼退台了 学后一个正手撇大脚得分 王楚清接把球看得很准 拧了一个大脚 直接得分 达到了正手的相持 王震东抓住了机会 一个勾大脚顶住了对手的站位 王楚清发球有所变化 王震东想控短控不住 一个5比1的开局 王楚清全面调动了起来 他的硬实力和方震东相差无几 像这种发球 只能去勾一个斜线 整个球都往外拐了 拉不了直线 他那种激情还不敢释放太大 毕竟是对内比赛 确实确实 是吧 他不如说的 樊震东加快了节奏 主动去变弱点 法力 打得王楚清非常被动 忙于招架 你一场失误 就可能会到中的时候 随着比分的变化而变化 对吧 樊震东这招方式斜线 太狠了 这也是他最拿手的一个技术 王楚清第二局5比1的大五开局 还是被樊震东逆转 年轻选手的发挥 还是不够稳定 近期的王楚清 上层势头很迅猛 在视频赛中 更是作为中国队的二号单打 确实左手不太好接 但我习惯用正手 王楚清6比4领先2分 你只能用正手 王楚清这个球想搏一把 直接倒地车身进攻 一个正手短发球后 快速斜线 樊震东打得越来越主动了 天天在一起练 太了解 关键时刻 王楚清发了一个长球 樊震东有些意想不到 回球貌高 对吧 你比如说 学要责心的了 又是一个相同的抢攻套路 抗选能够运用得更好 你开始等着你 看网就可以查得到 对 高清 高清 而且任何一个你 在这种比赛的经验套路上 樊震东还是要更胜一筹 运用得更加合理 王楚清的正手空挡又被抓住了 樊震东领行4分 7比3 又是一个投袭长球 今天樊震东对长球的准备 还是有些不足 樊震东 正在举行的2022年 WTT阿盟冠军赛上 樊震东和王楚清 达到了最后的决赛 到时将再次上远 点缝对决 这个雄边大脚 真的是太绝了 速度跟落点 完美结合 王楚清的正手反拉得分 我最后第一个赛点 樊震东突然抢攻一个直线 在关键时刻 还敢这么打 太大挡了 最后是樊震东 迎下了王楚清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